現場的一個最新情況 這是在內湖城公路 發生了一起火燒車的意外 火苗是從一台小客車的引擎蓋 不斷的冒出來 好 加載駕駛是及時逃生 才沒有造成更大的傷害 最新的現場交給國城 國城請說 主播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一輛黑色轎車斜停放在馬路外側的車道 可以看到引擎蓋還竄出紅色火苗 伴隨黑煙不斷從引擎燃燒 一旁消防隊員不敢大意 把水線持續朝車頭噴灑 就怕燜燒造成爆炸 他們決定拿來工具 要將引擎蓋撬開 徹底滅火 而究竟這起火燒車怎麼發生 我們聽斷車主的訪問 2001年的車子 以前沒有顧站過 我沒有 以前常常去修車廠說 我大友修車廠說怎麼會這樣 剛保養完啊 對啊 奇怪怎麼會這樣 他說 他們說是沒有水 怎麼現在做現實的來鑑定 原型車主強調 他是從三種攤併完 準備開車由內湖城公路 上高速公路要回到基隆 卻在半途聞到燒焦味 他嚇得停車逃生 還說自己才剛保養沒多久 會發生這起火燒車意外 也很納悶 而這個錦消將找來車廠人員 鑑定整齊火燒車原因 以上是現場最新